台南市议会的正副议长选举涉嫌会选一案 台南地方法院8号这一天 是以违反公职人员的选拔法 投票行贿罪犯嫌重大 有串政灭政之余 裁准涉案的无党籍市议员黄立昭 积压境界 这也是此案 首度有议员被积压 但是一并被生压的前副议长李文俊 被法官则是以男人罪嫌重大当庭释放 不过现在检方已经决定要提出抗告了 那我们继续还要来看到 整起台南市议长的这个正副议长的会选一案 关键人物林世杰在销声匿迹三天 他的女儿台南市议员林依廷说 父亲是去爬山 好媒体报道 检调人员还真的上山去抓人 林世杰一看到他们立刻说想投案 台北市议员徐晓星开酸 这三天三夜的故事根本就是在骗三岁小孩 这叫做自行投案吗 他碰到检调的时候跟检调说 我现在想投案 这叫做自行投案吗 然后呢 检调就是因为听到林世杰去爬山 这个三天三夜的故事 就循现往山上走 在山上碰到 然后呢 其中有检调人员是喜欢登山的 他就发现说林世杰说他要去爬山 可是他的随身装备完全不是爬山的人 连保暖的衣物都没有 连帐篷都没有 你在山上三天三夜 你连帐篷都没有 而且你连食物都没有带 这像是一个 这到底是要去爬山的人 还是要去逃跑跟灭阵 要躲藏的人 我相信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吧 你碰到了 你碰到了检调才说你要去投案 然后你把他 你的女儿 一个台南的市议员 说你的父亲是叫做自行投案 这种话 这种骗三岁小孩子的话 大家听得下去吗 法官因为他女儿的公开说法 跟他老爸不一样 就把他收押了 所以今天这个林世杰被收押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他女儿在外面乱讲话 然后他就被收押 坑爹 坑爹 这真的是坑爹 他连收押期间连会客菜都不能寄 我真是觉得真是辛苦了 所以他们就上演了一出爸爸去哪儿 再加上三天山夜的巨马 所以你看看台南的政治情况 是多么的糟糕 你就这样子往山里逃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完全不像是做政治 所以我觉得回到这个重点的核心 民进党执政太久的地方 真的会出事 所以民进党在全国 你说全全国已经执政八年了 你再不让我们有政党轮替的机会 以后不只是台南变成细细领导 全台湾说不定都变成细细领导 我们不要到那个时候才后悔 好在本月16号有亲民的三线三星的高阶警官退休了 再加上警大校长陈泽文 也一位八八会馆一案退休 牵动整个高阶人士一栋 根据了解跟警政署同阶的警大校长 内定由目前六都最为资深的台北市警局长杨元明升任 至于警专校长中国文则是跟陈泽文一样 因为多年前曾经去过八八会馆 遭到拔官降调为警政委员 还要来看到的是赖清德到了嘉义县市跟台中市举办了证件发表会 媒体询问他对于吴一农败选看法的时候他并没有回应 对于党员要求民进党排黑还有落实党纪 赖清德重申会再度找回人民的信任还有支持 好当然我们继续就要带您看到这个赖清德这一回来到了嘉义县市跟台中 举办了跟党员座谈政见发表会的时候 党内为了乡镇市长的选战内候也搬上了台面 黄家班的议员黄荣丽还有跟他的外甥女议员之一 为什么被排除在国家队之外呢 现场是反而遭到了党部的干部等等反批 挺退党及无党级市长候选人是被鼓 当然其实当下双方的气氛蛮尴尬的 因为彼此都是针锋相对 接着我们就带您看到 在这个赖清德向党员报告的座谈会当中 其实赖清德有提到了 民进党不能只是护航行政部门 还特别明确指出2024年会有公平的初选 好对于赖清德的发言 台北市议员徐巧兴他认为 其实赖清德现在看起来就是要扫除2024的选战包袱吗 因为听起来他种种的发言 都好像是在跟总统蔡英文做切割 为的就是不要让过去的民进党 成为他2024竞选路上的包袱 赖清德或赖希他们现在就是在做一个切割线 就是说你们这个过去的民进党 跟我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承接了蔡英文 对他而言是包袱 不利于2024年的竞选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整个赖系很明显的 跟赖清德友好的人 他们有一个主要的攻击目标是谁呢 是苏贞昌喔 你看到所有赖清德友好的人 每天都在骂苏贞昌 然后按骂蔡英文 明骂苏贞昌按表蔡英文 大概做法就是这两种 因为除了跟蔡英文切割之位 苏贞昌做的这么烂 已经引起很大的明月 2022年拜选之后又不下台 而且呢蔡苏体制的这种联合 不利于让赖清德跟赖清德派系的人 可以掌握到行政权 他觉得如果是苏贞昌坐在行政院的位置上面 我做党主席 除了得到提名的游戏规则的权利之外 那我没有办法掌握到更多的资源 那我还是一个阳春的党主席 那这样对他来说 在他们的派系平衡上面 赖清德是相对危险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英系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你就看为什么最近他们要疯狂的围剿高家瑜 高家瑜讲说这个税务的这个 操征的部分是因为政府失灵 没讲错啊 很多专家学者也都这么做 民意代表他只是点出了 政府现在施政的一个问题而已 他也没有用什么很严厉的语句 为什么民进党这么多人这么生气 那我觉得就是在剑指赖清德嘛 甚至连周老扣他说什么 如果赖清德做了党主席 不处理高家瑜 你2024也不用选了 说到这个程度 其实就是透过骂高家瑜跟王世坚 他们真正的剑指的对象 还是一样是他背后的赖清德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 先给你帮我 没见过